刚刚从美国旅游回来,不吹不黑,说几句大实话,句句都是肺腑之言,差距太大了 大家好,我是小叔,这是湖北的武汉,因为上个月英工去了一趟美国 在没有去美国之前,我也在网上查了好多有关于美国的一些资料,包括他的遗食住行 我都提前在网上查了一下,一边到那边去了,手忙脚乱的 但是没去之前,在网上查了很多关于美国等等方面的一些说法 有的说他那边很繁华,有的说他那边很落后 但是我真正到那边之后才发现,和网上说的真的是差距太大了 首先我们到美国的话,他那边吃东西的话,说实话因为我们中国人喜欢吃中餐 我到那边的话也是到处找个中餐,他们那边中餐也挺多的 但是的话,说实话太贵了 就比如说过个早的话,我们在武汉这边吃个热烂面,喝完豆浆的话,可能几块钱搞定 在美国那边吃个早餐,最起码三四十块钱 他们那边的中餐太贵了 不过说实话,美国那边的话,他那个食物,食品的话 特别的干净,特别的卫生 因为他们那边的美食是这样的,两个小时之内,必须卖掉 卖不掉的话,就被丢掉的话 所以说他们那边那个食物特别的新鲜 还有就是在他们那边餐馆的话,就是很干净 如果说你在他们当地那边吃东西的话 如果发现有什么,比如说头发啊,吃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那你就发财了 只要你拍照举帽的话 你会得到一大笔这个奖金的啊 所以说说实话,这个和网上看到的这个差距还是挺大的 不过说实话,普通人在那边的话,那真的是太难,太贵了 如果是你中午再想吃个什么中餐的话 那估计要一两百块钱,真的很贵啊 还有就是我在那边的话,和我朋友有一次我们去坐地铁啊 他那边的地铁的话,应该都是那个七八十年代建的 地铁线很多啊,但是地铁里面特别的脏乱茶,然后里面是没有信号的啊 不过说实话,美国它的地铁网也是很发达的 可以附在整个城市的每个这个街头罗路啊 每个区域,但是他们那边就是那个地铁里面没有信号,脏乱茶 和我们国内真的是没法比的 你看武汉这边地铁非常的干净,非常的整洁啊 还有就是走在那个纽约的街头啊 是有很多那个摩天大楼啊 但是他们的楼子楼房啊,都是这个八十年代,七十年代建造 到现在依然还是那样,非常的破旧,虽然说非常高啊 有几个地标型的建筑,但是非常的破旧 你看武汉这边那个路边,看到没有 随手可见,这种高楼大厦都是特别的新 这个城市建设啊,这个样貌,看起来整个特别的干净啊 美国那边摩天大楼也是比较多啊 但是就在纽约啊,那种市中是有,然后现在郊区是没有的啊 这和网上看到的差距有点大啊 因为在网上看到很多时候关于美国的一些报道 那边到处都是摩天大楼高楼大厦 是有,但是他们那个楼房非常的破旧啊 还有就是朋友们可以看一下,这就是武汉的街头 我们在武汉的街头可能看不到那种什么公用的那种电话 因为可能在八十年代是有啊,但现在基本上是没有了 但是在美国的街头啊,随着可见那种公用电话啊 据他们当地人介绍说他们的公用电话的话 就是因为他美国那边经常会出现的沙尘暴啊 然后那个地震啊,所以说的公用电话的话 就是紧急起用的 因为可能遇到自然灾害的时候手机没有信号 所以说就用了公用电话啊 但是我们国内的话,基本上八十年代才有那些东西 现在我们国内的话,这个手机信号覆盖面就特别的广 包括在地下室啊,在生产脑林里面都是有信号的 所以说我感觉他美国那边那个,不知道咋想的 感觉是落后呢,还是进步了啊 还是依然保证到原来那种那个风格啊 看到没有,这就是武汉的这个汉江 我们可以看一下,整个城市里面看到没有 这个汉江江水多清凉啊 蓝天白云啊 在美国那边那个天空的话 到处都是那个灰蒙蒙的 像那个沙尘暴一样 像美国那边的话,那个沙尘暴随时都可以来的啊 本来可能是在那边晴天的,压着沙尘暴来了 整个那个天空都是灰天动地的 你看武汉那个天空,看到没有 蓝天白云啊 非常的漂亮 整个城市建设也非常的漂亮 所以说美国呀 感觉我没去之前在网上查了些有关太阅资料 但是去了之后感觉他差距太大了啊 好了,以上是我在美国的一些所见所谓一时住行啊 大家说网上说的差距还是挺大的 说实话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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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